現在在路上越開越偏 下一秒駕駛竟然直接往路旁 變電箱撞去 瞬間發出巨大爆炸聲響跟火光 受到波及的海友 原本停放在路邊的六部機車 只見他們像倒固拍一樣 全部倒成一拍 殘大的撞擊力道 也導致變電箱被撞成亮街 害附近八百多戶童童停電 連超商內也變得黑漆漆一片 摁一車做摸聲來聲 因為它撞到電池把它撞起 二十四號清晨五點多 二十七歲丁心男子 行進高雄三明區九如入食 疑似因為疲勞駕駛 突然衝撞到路旁變電箱 在失控追撞到路邊六部機車 這一樁也造成八百十六戶 通通停電 經過台電維修一個多小時後 恢復九成電力 其實三十多戶還要等變壓器 調換後才能恢復供電 我疲勞駕駛 我疲勞駕駛就太累 然後有點就會膨眨睡著 這樣就膨在這裡 盯然駕駛左腳擦錯傷 救護人員到場包紮後 表示不需送醫 招式駕駛工程因為出門一整天 精神不計才會撞到變電箱 但鑽一鑽也造成周邊大停電 附近店家跟住戶無辜受害 近新聞社家的劉慧駕長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晚安